颱風羅沙繼續靠近華南沿岸 1號戒備訊號仍然生效 在晚上11點 羅沙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大約260公里 預計羅沙明早最接近本港 天文台到時會考慮 是否改發3號求風訊號 江川報導 颱風羅沙逐漸靠近 本港入夜之後的天氣未受太大影響 天文台表示 羅沙過去幾個小時 繼續向西或西北偏西回慢移動 橫過南海不報 和香港仍然一段距離 但羅沙的中心風力 達每小時145公里 它的外圍雨帶開始影響廣東沿岸 離岸風勢亦略有增強 羅沙正逐步接近本港 明天清晨要考慮 是否改發3號強風訊號 按照最新的預測路徑 羅沙會在今晚至明天早上 最接近本港 會在南邊大概250公里徘徊 對香港仍然有威脅 在Midnight之前機會不大 但明天清晨還需要考慮 天文台預測今晚和明天大智多雲 有幾陣驟雨 只望未來一兩天的天氣 仍然受羅沙影響 風勢頗大和有雨 到下週中羅沙遠離 天氣才會好轉 八州電視記者 江川報道 保護生地 七州電視記者 江川普 失望